缺蛋持续延伤 农委会在三月专案进口500万克的蛋来救急 那农委会主委陈其中表示说 四五月至少各有3000万克以上的鸡蛋进口 对此立委马文军表示 蔡政府不从蛋价相对便宜的国家进口鸡蛋 反而从蛋价比较贵的澳洲来进口 马文军就指出应该优先从当地国进口 蛋价较低廉的国家来开始进口 当国家到国外去抢蛋 绝对不能够让国内的盘商掌控赚取利润 更希望不要重演政府一出手 反而蛋缺更多 这个价格更贵 这样的一个噩梦 当然大家都很希望这个蛋的问题 可以赶快来解决 但眼看啊 这个国内缺蛋持续淡淡的忧伤 大家还是非常的忧伤 那立委赖湘林在对此在脸书颇文 开头就痛批荒谬 外交部变成他国的农委会 花台湾人的钱 养外国人的鸡 因为呢 外交部今年其资助了5000万元 给加勒比海的小岛国 圣特里斯多福 还有尼维斯 进行了所谓的蛋鸡产业 永续发展的计划 那相对于农委会提供的 机能补助的方案 外交部这个可能给人家钱 是这么的豪迈 这么的大手笔 撒钱毫不手软 好像很差别待遇 而且他还向相关部门所取资料 但没有想到 得到结论却是查无此计划 到底在搞什么呢 回函表述说 从108年到现在 只有一项跟农业相关计划 另外在外交部辖下的国际 合作发展资金会的官方网站上头 也没有公开 这让赖湘林怀疑 这是外交部为了避免呢 引起舆论才会选择隐匿资料 不敢公开 赖湘林 更比较了台湾跟客国之间 他们10户 机农42人 台湾2118户 5625人 他们鸡蛋的自给率是99.6% 那我们呢 却搞了半天要仰赖进口 他们一颗蛋9块钱 台湾是13元 但是他们一户补助5000万 平均每人120万元 我们却只有450万 还得自筹一半 平均每个人18万而已 所以另一位赖湘林就要问了 这样的落差差太大了好不好 看在台湾的机农眼里 作何感想啊 他认为这个计划目标 为了养出是2万只的种鸡 但这些技术呢 都掌握在国际大厂手中 研发经费都是上百亿元呢 如果真的有这么厉害的技术 是否请外交部就不要再强词了 你给农委会一点点指导吧 而且很明显 这样的目标根本不可能达到 我们我方的外交部 只是依照客国农业部的要求 就照单全收 全部买单 才会写出这么如此不切实际的一个计划 好 当然另外呢 除了蛋的问题 我们还要来聚焦哇 接下来这个 整个车祸啊实在是让人很心痛的 你看一整车的鸡蛋哦 好 在车祸中中众伤了 洒了一地碎满地 原来是一个蛋箱 他到蛋饼店去送鸡蛋 小货车就停在路边 不过这一停却惨遭后方无辜的追撞 车上高达3600颗蛋 全部破光光坏料料 好 蛋液呢 喷得满地都是 损失破2万元 蛋箱现在超心通 送鸡蛋老板娘语气超无奈 要送给店家的鸡蛋 全部砸在地上 蛋汁喷满地 教室车就是这一辆自小科 监视器还原撞击过程 小货车停在超浓蛋饼前 瞬间碰的一下 车尾被追撞 轿车右侧翘起来 差点翻车 人没受伤 但鸡蛋全毁 看了好心痛 这下真的是超浓蛋饼了 上面的快捞起来 还能吃不要浪费 车祸飘出淡淡哀伤 车的板筋是跟蛋壳一样薄吗 无奈啊 破的破的也不可以吃 当然心疼 可是心疼又不 我有什么办法 全台蛋黄几乎一旦难求 有钱也买不到 结果驾驶这一撞 一口气撞破3600颗鸡蛋 市价至少2万元 但钱已经不是重点 是破掉的鸡蛋 就不回来 旁观看不太有了 你购多少了 没有啦 我没说啦 肇事轿车的车身 破了一个大洞 警方表示 驾驶疑似 晃神追撞 但最无辜的 还是这些蛋 不只店家无奈 还让买不到蛋的民众 对心疼 只有王毅 黄旭云 高雄报道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喔